大家哥又好 抓好鸽子了 明天直线 250公里 高温天 可能会比较浪费一点 但是无所谓了 如果丢鸽的话就 就当是 优胜劣汰了 对吧 好我们现在出发 今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哈喽 早上起来又晚了 大意了 以为鸽子没那么快 没想到今天又 飞出了1400 超过1400的分数了 刚刚起来的时候是 鸽棚里倒了4个 之后就没有倒了 这4个是第一批鸽子 里面有一个 下外围的 下外围的鸽子已经回来了 还有一个小花鸽 你看 鸽子飞到 翅膀都 塌了 以为没那么快 没想到今天 又飞出高分数了 第一批鸽子 但是后面就没有再倒鸽子了 我们稍微再等等吧 250公里 这种高温天飞回来 我们 不要马上给水喝 让他们休息一下 缓一下之后再给水 倒鸽子了 小红回来了 没想到小红今天飞那么快 上一站休息没上了 进去 进去 可以 到了5个 今天不要丢鸽子就完美了 前面这5个鸽子的分数都是蛮高的 第一梯队的 又到了 又到了 这个飞点有点累啊 到哪去了 我现在在喂点清除鸡鸟 比较好消化一点 然后 我人也要出去了 差4个就不等了 今天是 前面这些都是比较快的 之后倒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倒鸽子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另外4个也不知道 往哪边飞去了 这么个的天 真的是我这边坐着都一直流汗 差不多40多度 对鸽子来说也是考验啊 像这些正常时间 不是说正常时间了 已经超速回来了这些 就会好一点 损耗不会太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希望另外4个能快一点回来吧 我人也要出去了 等中午回来我们再看 看一下 有没有回来 这一帐飞完之后就要封黄了 如果鸽子没港上封黄的话 就会失格了 过两天 最好还是快点回来吧 最好还是快点回来吧 好了再见 有喜欢的 各位有帮忙点个赞吗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